各位朋友,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自家製的日式拉麵低糖版 主要的材料是特農雞湯之前就熬了 為什麼會看到這麼多啫喱狀呢?因為我們是用了雞腳、雞骨、豬骨等材料來熬製的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啫喱狀態主要是膠質 剛才說的是低糖版,所以我們不是用一個真真正正的色拉麵 而是用這個舉躍麵,我們用這個品牌的Angel Hair 打開包裝之後,用清水沖沖,然後用熱水去煮 大概煮了5分鐘,然後就拿乾它,備用 接下來就有個叉燒 這個叉燒我是在健興超市買的幾個禮拜之前 為什麼我會買它?因為我覺得它很方便 它已經做好了,切好了 它就放在冰櫃裏面 因為其實做這個日式叉燒也有很多功夫 我在去年的時間都做過 放在我個人網頁的Facebook page裏面 如果可以的話,或者我都剪回那條片 就是樣子給大家看看 就是做一個參考 所以我看到它之後,我覺得很好用 很方便 另外配菜方面,這個就釋除磚便 今天我用到的是有芽菜 買回來就紮了它變成銀芽 然後就用熱水去煮一煮水 大概分來兩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是糖心蛋 另外剛才也說了,配菜就釋除磚便 我今天會用到的是有 這個是海大芽 Wakame 浸了它之後,也是用熱水煮一煮 大概分幾分鐘 其實你不煮都可以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這樣灑上去 麵士湯或者湯麵都可以 不過我就想煮一煮 這個是木耳絲 木耳買回來洗乾淨 浸了它,浸軟水之後 就切了絲 然後就是煮一煮 大概煮三四分鐘 或者五六分鐘都可以 沒問題 總之你煮淋了就可以了 甚至煮了木耳的水 你可以喝聽聞 可以為通血管 還有一些蔥花 如果大家喜歡的,可以用粟米 顏色比較好 不過我覺得它甜度很厲害 也挺甜 還有就是用日本的魚蛋 例如那隻叫做 Tamaboko 粉紅色的 又或者是用Zukuwa 即是那些獅子狗魚蛋 都可以 但我今天就用到這些材料了 在這裡說多一點關於這個叉燒 它這裡就說要是冰著它 那當你如果你是開了冰用的話 即是有用剩 就要是二十天之內要用完 即是開了冰之後 那因為今天呢 我忘記了早拿出來 那所以呢 剛才我拿出來還是很冰 就算我放在清水 即是水喉水下面 等它都溶不到 那所以呢 我全部都放進去 一次過就吃完了 那不要緊 吃多一點 一包裡面有八件的 那另外這裡的湯 剛才給大家看 那些雞湯呢 又是不太夠了 所以呢不要緊 我就加多了少少少 我們剛才浸雞蛋的水 剛才都說了 其實這些是湯汁來的 即是有些木魚花 坤布等等的材料在這裡 所以都是ok可以吃完的 那這個湯現在滾著 剛才呢 我就已經把這個叉燒 放了下去煮 大概是四分鐘五分鐘左右 那其實它已經熟了 不過即是煮回熱它 好了 那在這裡就相當相當簡單 只要把材料煮回熱它就可以了 那我把湯滾了 那我關小一點 另外如果想這個湯更加美味 可以怎樣做 加點麵豉進去 成為麵豉湯也可以 因為麵豉也是發酵食物 對腸臟也是很有益的 那要記住 當你加麵豉進去 就不要讓它的湯滾得很重要 放麵豉進去再煮 因為如果是這樣做法 其實你會把麵豉中的益群都煮死了 那我今天就不下麵豉了 就這樣算了 那麵我撈起了 那現在是每個材料都想加熱 就放入碗裡 然後有海帶牙 這個海帶牙很有益的 因為它都是海藻類 海洋性植物 很豐富的礦物質 那我就做多一點 那剛才那個芽菜 我不煮了 因為不想煮完之後 不得爽口 所以我就直接上碗裡 放好所有材料 順順膏 最後我們就煮滾一點湯 這個時候就要很小心了 因為我想將湯淋回去 在旁邊卸下去 再窩出來了 多外段 再加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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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太大 喂 再加湯 再加湯 對 撒上蔥花 要求高一點的 我們會放兩塊紫菜在這裡 熱辣辣自家製的日式低糖拉麵就已經做好了 請大家嘗嘗來做吧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我們介紹 如果喜歡吃日式拉麵的朋友請你給個like 喜歡我們這條短片的請subscribe和share給你的朋友知道 再見 拜拜